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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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一样 跟亨特拜登在法庭上突然遭到人家出卖 都是个人的因素 这个东西是有着很 其实是一种个人的因素 在个人的因素的背景之下 诱发中共天朝的灭亡 习使王朝灭亡 我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截止到现在 都是华人圈里面 中国人圈里面 大家最感兴趣的 因为事情一直在发展 就是他一直在变化 秦刚并没有像 绝对大多数人的评价那样 一路到底一毁全亡 没有秦刚给留下了 所以这是值得探讨的地方 就是大家要知道 后面他在怎么干 就是现在都是习近平说了算 他为什么这么干 那傅小田 为什么变成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被人家 就这么个人物吧 甭管你骂他 现在骂他二奶的人很少 因为他不是二奶 他不是二奶也是二奶 但这个二奶跟别的姑娘 二奶不太一样 自己变成了姑奶奶 这是父子庙 父子庙是南京的 这是他照了一组照片 下面有着他自己的署名了 那这个呢 这个蛮有趣 这是江南贡院 然后上面是月亮 这是因为那一天呢 是十五来的 他应该是阴历十月十五号 所以是这个圆运 那叫做夏圆年 然后他照这张照片 蛮有趣的 在父子庙这一天 夏圆节这是 所以他夏圆节 中国人呢 有三个圆节 与中国人相关的 上圆节 中圆节 夏圆节 上圆节 正月十五 中圆节呢 是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 香港人过的比较多 那是真正鬼节 七月十五 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 2019年在香港说 香港反送中 在中圆节那一天晚上 香港警察 应该是铜锣湾的警察 就有点那样抽风的抽风 大家就说鬼上身了 因为当时晚上 没有抗议的人 他们就 就 就 就有点乱七八糟那样 看过朋友 看过节目的朋友 我们引用过那段故事 所以那是中圆节 那因例十月初 十月十五 是下圆节 那被中 有些中国人说 它是这个 叫做什么 鬼节 那其实它不是鬼节 那在它隐喻当中呢 实际是有着转运的意思 就是 人的命运会转运的意思 有这个意思 我一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上圆节 中圆节 下圆节呢 正月十五 这样 这样的来呢 是跟这个 尧顺语 尧是上圆节 顺语 大语是下圆节 顺是中圆节 是跟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关的 这是从道家的说法 那佛家说法 也佛家说法 有佛家自己的说法 但是呢 在民俗上 是有这样的 那说法到现在有点 说句心里话有点乱 那个因为大家把这些东西呢 宗教东西跟传统文明东西都给扔了 那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可能是当鬼节去的 我说句心里话 可能是当鬼节去的 也可能是当转运去的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那个傅小田 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他的 你可以说他蓄谋已久 你也可以他说他是有备而来 他在三十八岁那一年 他跟这个秦刚有交往 最后那样是三十八岁 不到三十九岁 那是2020年二月 2020年的二月份 在罗伊 所以三八呢 三八当然人说 这是对女性的这个东方人的一种 不太尊重的说法 但是他却引发了中共的完朝 说句心里话 他是引发中共的完朝 他在他特意照了这张照片 关爱下一代成长 保护青少年权益 关爱下一代保护青少年权益 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 民族有希望 那这是不是习近平说的 我不知道 但这个这个东西是在父子庙 然后呢 他在父子庙这么拍的 然后照了月亮 照了房牙 这是傅小田很有心的一张照片 非常有心的一张照片 那代表他自己的 那个时候 孩子没有生 代表着他既有转运 要真的想 真的想青刚过日子 我个人是这么看 你可以 你可以不 我个人是 他真是要跟青刚过日子 所以那离婚再结婚 在今天中国社会中 不是个问题 这个他不 现在女人 都不会考虑什么 结婚再离婚 他不会考虑 他要寻找自己的真爱 朋友们不一定接受 但我在我解读里看出来 你就能解释 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想跟大家说 能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 那这一段内容 结果他上了 就用了这段话 两路初冬十月半 那用了这段话呢 是一份通用的话 就这 这个 这四句诗 七律 是针对夏元杰说的 是民间留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夏元杰 一年里面 最大的鬼节 除了祭祖之外 有五件事不得不住 这就 这就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都是用了 对夏元杰 夏元杰的描绘 这首诗 不是他写的 但是他的隐喻当中 有这个 他里面就介绍了 这是搜狐介绍的 他里面就介绍了 夏元杰 上元杰 然后 吃元宵是上元杰 中元杰 真正的是烧纸钱 烧纸钱 放河灯 那是驱鬼 驱鬼 那夏元杰 大家都把 少数地区 把夏元杰 也都当成鬼节过 他说实际不是 他说不要忘了 烧寒衣 这里面意思就是说 到了夏元杰 天冷了 烧点棉 棉衣服 给自己死去的亲人 到时候他那边给冻着 他就说人鬼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有这个说法 但是真正的意义不在这 真正的意义 它不仅是鬼节 是一年里最佳的转运时机 所以这是真正谢小田 傅小田非常用心的地方 里面就介绍了 叫三观大帝的传说 三观大帝就是我刚才说了 姚顺宇 姚顺宇其实就是天地人 到了大雨 那见了夏 那见了夏出现了杰 杰 因夏杰而亡 那今天呢 把习近平当成夏节 一切文明的 重新的开始 所以很有趣 这个东西 你说傅小田有多大的 有多大的认知 有这样的东西 我个人不一定 不认为他一定有多大认知 也就是说 无论习近平也好 无论今天傅小田也好 还是今天的这个 那谁也好 那个 秦刚也好 都遭受了某种力量的控制 这种力量是一种非常 就是神辅之量 神辅之力 一种天 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左右了他们 演绎了这件事情 那傅小田本身呢 有着他 有人说他是 是这个 他有文才啊 有这个啊 有内涵啊 我觉得你怎么评价都成 反正在他身上 就演绎了这一份东西 这个推文 有1081个评论 这是他没有关下 关过的评论 就是出事之后 他一直把这个留着 他把这个留着 他把我们那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叫做 忧郁症那个留着 所以这两个贴子留着 一个是转运的 一个是忧郁的 结果出事之后 人们在他之下就评论 他一点都不在乎 他真的不在乎 在这个 秦刚有了结论之后 他才把评论关的 很有心机 就是很有自己独立思考的 这么一个人 这么个女人 那另外一个就是过年 就这张 这张呢 是过年拍的 31号 去年的3月 12月31号 去年的12月30号 秦刚升为外长 升为外长 取代了王毅 所以他非常的开心 应该是在国外拍的 他把孩子生在外头 所以在这个父子庙的时候 孩子没有生了 在这儿的时候 孩子生完了 孩子生完之后 他又写了一段话 就这个 这段话 静生定 定生会 会智从容 来年更加的吉祥 这段话 他没有让人们评论 他把评论关了 所以静生定 定生会 会智从容 我这 这话哪来的 这话 民间说的 我看都是民间传的 那 因为我查过 我觉得这段话 蛮有趣的 所以我就查了 这是秦刚 接替王毅 出任外长的新闻 这是30号 所以他 其实是对 在我眼睛里 他对未来 完全充满了期待 这就我说他 他真的是想过日子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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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小田 空生静 静生定 定生会 会智从容 从容生活 有何不可置 我真没不知道 这从哪来的 但他只用了 中间的三句话 对吧 前面呢 空生静 他给扔了 后面呢 从容生活 他给扔了 他只用了 他自己的 这段故事 去面对 今天 他的未来 他一定跟 秦刚之间 商量过什么 他给 他等待 秦刚有所动作 秦刚没动作 到了3月14号 孩子过完 3月4号 孩子过了100岁 等到了3月14号 他就忧郁了 他把忧郁的故事 谈出来 等到了4月10号 他就退了房子 退了租的房子 去了华盛顿DC 要质问秦刚 这个故事就比较完整 那 静生定 定生会 会智从容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朋友能够读懂 很多人去解释这东西 其实这里面呢 应该讲 是有了一种佛家东西 因为佛家才讲空 如果道家是讲无 所以空生静 静呢 其实是指心空了 不要有贪念 那他呢 他是怀揣最大贪念 所以空生静 他给扔了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但他给扔了 静生定 所以他只要让自己安静 等待 定下心来安静 等待 因为孩子刚过满月不久 十一月下旬生日 那定生会 这就讲说 他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对跟把 这个秦刚整回来 那会智从容 那今天是 傅小田够从容的 所以整个故事 是傅小田在真正的 左右的事情的一切 那到现在 他是很成功的 他完全是有备而来的 那中间出现 可能跟 秦刚的太太有关系 秦刚太太跟 彭丽媛关系不错 就这么说了 那无论彭丽媛也好 秦刚太太也好 肯定恨这个女人 那出现这样的故事 我把它当成 就是看起来 就是这么个东西 大家呢 中共的是中共 习近平是习近平 秦刚是秦刚 各自有自己的理由 却是在天灭中共的背景之下 你会看到 在共产党的 灌输的背景之下 人们价值观当中 所产生的作用 应该是比较OK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的 就是真正的 傅小田的从容 从容 秦刚应该是被他保下来 so far到目前 你可以说被他保下来 你也可以说习近平要保他 因为他没有 没有给他定在是 反党的罪务上 为什么这样 在另外一节目中讲过 感谢朋友 下集团队员的最后 在下集团队员的最后 下集团队员的最后 下集团队员的最后 感谢观看